范冰冰因桃税整整消失三个月,事业也因此受到了影响,在范冰冰交齐了九个亿罚款没多久,就持续关注事情后续进展,想看看是不是可以付出捞金了,可是接下来却接二连三,的发生不好事情,就连家人都受到影响,这又是怎么了? 好了,首先,人民日报发布,加强演义界道德法治电视一文,称不能让一人从事的失信,没法违规的错误行为中出名获利,这可能是从官方便向宣布范冰冰付出无望了,官媒批评,网友反对,范冰冰演义之路果真将就此终止,不管怎么样都希望即使要付出,也先折强自己的得益方面修养,撵得出来又遭遇封杀, 如果官宣让人觉得不是针对孟哥明星的话,那么下面这件事情,就和范冰冰有着直接利害关系了,让他白花花的银子没了,据外国媒体报道,动作电影355的制片人,认为其丑闻将严重影响电影票房,会遭到中国观众抵制,他们已经准备好解约范冰冰,改用其他演员, 目前,电影定于2019春季后拍拍,这一决定将使得范冰冰走向国际舞台的梦想破莓,不仅如此,就连其弟弟范诚诚,也因范冰冰偷睡入睡受到不小的影响, 近日范诚诚之身出现在机场,全程面无表情,身边居然连助理都没有,还要自己搬运行李,看着真是有点落魄,看到照片后,很多网友都不明白他担忧,没了范冰冰的庇护,他在娱乐圈还能混多久,对于此事你怎么看? 所以范冰冰给中国的所有的艺人上了一堂生动的人生课,想要取得长远的发展,除了基本的演技,一个人还必须具备道德底线和法律意识,任何人都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